请问,典香八的制度并非佛所流传下来,能否请法师废除此制度? 这个制度是祖师建立的。 我要废除,会遭我们佛门最大的机会,我就变成大家的公敌了。 其实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,这个事情要请求佛教会。 那么在中国,中国的国家,佛教协会,你提出来, 他会邀请我们国内一些高僧大德,共同来开会议定,要不要废止。 是这么一个事情。 那么中国祖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 这个不是佛定的。 中国祖师这样做,用意很深,用意非常好。 佛在经教里面,讲了很多词。 菩萨了,为一切众生学生。 是这样,燃香,燃止,燃壁,来供养佛菩萨,来布施一切众生。 这个佛在经上讲很多,那么我们只有十个指头,只有两个手。 帮助众生是要靠手,两个手还要把它烧掉,你怎么能够帮助众生。 观世音菩萨帮助众生,先两个手不够,先什么呢? 先牵手牵眼。 我们只有这一点,还要把它烧掉吗? 所以你也晓得,佛说这个用意,不是将你真的烧掉。 这个意思就是,我们就是现在所说的。 舍己为人,是这个意思。 我们中国这些祖师大的,体会得很深,所以在家居士,在手臂上燃香。 这个出家的时候,在头顶上燃香。 燃香用意在哪里? 让你天天,一摸头摸到香巴,我已经发愿了,十几位人。 用这个方法,时时刻刻提醒自己,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。 用意在这里。 看到了香巴,摸到香巴,我曾经发愿燃烧自己,照耀别人。 我要有自私自利,要有占别人的便宜,要损害别人的心, 与我的法院完全相违背了,是这么个意思。 这个用意好啊。 那么燃香的时候痛不痛呢? 不痛。 你去燃香你就晓得了。 可是对自己,提醒自己啊,是一生的事情。 没有人提醒你啊,用这个方法了,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 这个教育意义就很深了。 那么你时时刻刻能解决得到,不然也可以,所以这行事嘛。 老师跟我们讲的,佛法重实质不重现实。 啊,你头上燃的,你头上燃的在多,啊,把满头都燃满了,还是自私自利,啊,还是不守戒律,那有什么用,没用处吧。 啊,你真正,你真正懂得了,啊,所以我们在台湾受戒的时候,戒指,传戒四公说,燃三,三炷香,够了,可以了,啊, 啊,让你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就行了,啊,那么在过去是燃十二炷,十二炷香,啊,台湾这些法师的时候,他就懂得这个道理,啊,三炷香就可以了。 啊,这是我们了解祖师这么做法的用意,啊。 啊。